在亚马逊雨林,美洲豹和黑凯门鳄都是顶级劣势者 美洲豹是仅次于狮、虎的第三大猫科动物 而黑凯门鳄是仅次于弯鳄和尼罗鳄的存在 双方相遇会如何?大家即将见证两者的精彩对决 我们经常在网上看到美洲豹猎杀鳄鱼的图片和新闻 实际上美洲豹主要猎杀的鳄鱼有三种 巴拉圭凯门鳄,眼镜凯门鳄,极框纹凯门鳄 基本是体长在1.5到2米之间的凯门鳄 一只美洲豹穿过水域来到沙滩上 而近4米的母黑凯门鳄在沙滩上晒太阳 不知鳄鱼是睡着了,还是对豹子的到来漫不经心 但这只年轻的美洲豹显然太过自信了 它把鳄鱼当成一条大耗辣条来对待 它叼起鳄鱼的尾巴就往丛林里拖 痛击 让我们看看慢镜头回放 没错,鳄鱼对豹子来了个嘴对嘴反豹 看美洲豹慌不择路的桃鱼 这将是它挥之不去的梦义